今天给你们试穿我之前开箱的衣服 还有分享我的穿搭经验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睡夸的连衣裙呢 它的面料是巨纤维 摸上去了非常的丝垮 你看这个小睡夸好好看 脚布呢是板带来的 这件也是非常适合身材微胖的人穿哦 因为它这些位置都是比较宽松的 还有腰部也是比较宽松的 中间的带子呢是你可以自己调节的 所以微胖的人穿呢也不会看到有最右啊 手臂的最右那些肯定是看不到的 还有小肚肚也是看不到的哦 它中间的这些扣子呢都是可以解开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V领的设计呢 会显得脖子比较长 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呢 格子的连衣裙呢 它的面料是那种巨纸纤维 加上棉做的 它这种面料呢是不容易皱褶的 还有V领的设计呢会显得脖子 特别的修长 腰的位置它是做了一个 皱褶的修腰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哦 所以呢微胖的人穿呢都是非常好的 我这一批裙子呢买的都是非常适合 微胖的人穿的 它这种格子呢就有点田园风的感觉 它的袖子呢有一点点泡泡袖的 然后呢街板呢这个位置比较宽 穿下去会显年小哦 要说一下就是它这个扣子呢是解不开的 它旁边是有一个拉链的 是要靠旁边拉链拉开才能穿得下去哦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壮蓝色的条纹连衣裙呢 比较OL风的 它这个面料呢是锯子纤维加粘纤做的 摸上去也是丝垮丝垮的感觉 它腰部的位置呢是配了一个壮蓝色的丝带 板蝴蝶结呢可以更好的展现腰型 其实我觉得这件还蛮性感的 因为它是那种衬衫的设计 如果你不绑蝴蝶结的话呢穿上去是比较宽松的 就有种上穿的男朋友衬衫的感觉哦 像上上穿的这条连衣裙呢 它的面料是锯纤维加粘纤做的 它是一个V领的设计 所以很好展现脖子的修长 它袖口啊还有腰部的位置呢 都是相对比较宽松的 所以微胖的人穿呢也不会显胖 这一条相对来说就比较疏虑一点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几天会给你们试穿不同的衣服 还有分享我的穿的经验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哦 下期见拜拜